奥运会上的娃娃兵 天才还是炮灰 哇塞 这些小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当我看到国际奥委会公布的 巴黎奥运会八大天才小将名单时 不禁惊呼出声 这些娃娃兵年纪轻轻就要征战奥运赛场 让人不禁感叹 这是天才的崛起 还是童年的消逝 让我们从最年轻的选手说起 15岁的张本美和 这个日本乒乓球小将 还没开始上高中呢 就已经要去巴黎打奥运了 想想咱们15岁的时候 可能还在为数学考试发愁呢 人家已经世界排名第16了 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的张仪宁 15岁就拿下世界冠军 简直是拼弹神话啊 再说说16岁的斯凯布朗 这个英国滑板小妞儿可真是个狠角色 4岁玩滑板 8岁参赛 13岁就在东京奥运会上拿了铜牌 嘖嘖 这李莉说出去都能把人吓一跳 不过 最近他刚从膝盖韧带撕裂中恢复 这让我不禁担心 这么小的年纪就受这么重的伤 值得嘛 说到伤病 就不得不提全红缠了 这个17岁的跳水小仙女 在东京奥运会上一名惊人 三次满分跳水 简直是神乎奇迹 但是 你们知道嘛 为了训练 他可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据说他从小就离开家 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 连玩具都没时间玩 虽然他现在是国民偶像 粉丝们给他送毛绒玩具 但这能弥补失去的童年嘛 再瞧瞧美国体操队的海滋莉里维拉 16岁就要和西蒙拜尔斯这样的奥运冠军同台竞技 压力可想而知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年 那个轰动一时的体操虐待丑玩 不禁为这些小姑娘粘了一把汗 说到压力 游泳界的两位小将更是让人心疼 17岁的萨莫麦金托什 已经打破了4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 而18岁的凯蒂格兰姆斯 更是要在9天内参加三个项目 这强度 连我想想都觉得累 当然 也有一些看起来比较轻松的项目 比如16岁的杰富邓恩 这个澳大利亚的霹雳舞小子 从7岁开始跳舞 13岁就把参加奥运会当成了人事目标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 就是街舞里那些活力四射的选手 感觉霹雳舞比起其他项目 似乎更像是在玩而不是在拼命 最后 17岁的英国中长袍选手 菲比吉尔说他要在巴黎享受满满的乐趣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一暖 但是 作为一个看过无数运动员因伤退役 因压力崩溃的老球迷 我不禁要问 这些孩子们 真的能在奥运会上找到乐趣吗 回顾这些天才少年少年的故事 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一方面 我为他们的才华和成就感到惊叹和自豪 另一方面 我又为他们失去的童年和可能面临的风险感到担忧 这些娃娃兵们 是在创造奇迹 还是在透支未来 是在追逐梦想 还是在被梦想追着跑 是在享受体育的快乐 还是在被胜利的压力压垮 也许 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 但是 作为观众 我们也许应该多一些关心 少一些苛求 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批评 毕竟 在奥运赛场上 他们不仅仅是天才运动员 更是需要呵护的孩子 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巴黎的赛场上 这些小将们能够绽放自己的光芒 同时也能保持对运动的纯粹热爱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都已经是了不起的冠军了 因为 敢于追逐梦想 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巴黎奥运会官网列出了 今夏奥运会最值得关注的 十名年轻选手 中国选手全红蝉在列 也是本次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运动员 全红蝉今年17岁 还是个小姑娘 但在跳水之行里 那可是个老练的选手 东京奥运会上全红蝉可是拿了金牌 那年她才14岁 就在女子时米跳台比赛上打了个满堂彩 7个裁判权给她打了满分10分 总分466.2分 直接破了奥运会记录 甩了银牌得主40多分呢 这成绩真是牛气冲天 说起东京奥运会 全红蝉的表现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她在女子时米跳台上 表现堪称完美 每次跳水入水 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水花都不带见的 七名裁判看了都服气 全给她打了满分 这小姑娘不但破了奥运会记录 还把第二名甩出一大截 整整领先了40多分 真是厉害 今年全红蝉又来了 这可是她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了 现在她已经住进了巴黎奥运村 开始了她的手训 每天都在积极准备 一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 这次她的目标可是更高了 准备再创辉煌 全红蝉可真是天才 你看她年纪轻轻 就在东京奥运会上大显身手 破了纪录 拿了金牌 谁不服气 她这表现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说起她的潜力 那可是无限的 17岁就有这本事 往后再练几年 那还不得更厉害 她在跳水这行里 地位已经不低了 甭管是老手还是新人 谁见了她不夸一句 这孩子有前途 现在全红蝉可是被寄予厚望的 全国上下都盼着她能再传辉煌 给咱中国争光 这小丫头片子要是能保持现在这尽头 不出几年 铁定能成为跳水界的传奇人物 她那技术 基本功扎实 动作干净利落 入水干脆 这是天生吃这晚饭的料 再加上她年轻 时间和机会都在她这边 只要她保持训练 不焦不燥 未来的路可是光明的很 总结起来 全红蝉在跳水界的位置是相当稳固的 她现在已经是个名声响亮的跳水选手了 未来还能更上一层楼 大家伙儿都看好她 盼着她在巴黎奥运会上再来个惊喜 总之 全红蝉的未来不可限量 跳水这行里 有她在 咱中国的跳水金牌 那是稳的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 关于对巴黎奥运会入选运动员名单公式的通知 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激起了层层涟漪 令无数体育爱好者新潮澎湃 在这份被受瞩目的公式名单中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名字格外耀眼 全红蝉 这位来自湛江的跳水天才少女 出身平凡却划揣着非凡的梦想 她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 她对跳水的热爱与执着 全红蝉凭借着惊人的天赋 和超乎常人的努力 在跳水领域迅速崛起 她的优势在于出色的弹跳能力 和在空中的完美控制能力 入水时犹如一根真巧无声息地插入水中 几乎不见其水花 其娇小的身材和轻盈的动作 让她在高难度动作地完成上显的游刃有余 尤其是她的水花消失术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陈玉希来自上海的跳水名将 自幼便展现出对跳水的浓厚心趣和卓越天赋 出生于体育世家的她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体育薰陶和专业训练 陈玉希的优势在于起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无论是在日常训练还是在激烈的比赛中 她都能保持高度的专注和冷静 稳定发挥自己的水平 她的动作规范 优美 技术全面 尤其在跳板项目上表现出色 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全红缠和陈玉希 两位年龄相仿的跳水健儿 一个自独特的背景和优势 在跳水赛场上绽放光芒 她们不仅是对手 更是相互激励 共同进步的伙伴 此次双双入选巴黎奥运会 跳水项目公式名单 是对她们过往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我们坚信 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 全红缠和陈玉希将继续凭借着自身的优势 为祖国争光 为跳水事业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共同见证它们的荣耀时刻 中国跳水梦之队抵达花度巴黎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体育盛事 这次队伍中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 飞拳红缠莫属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小将 自从在东京奥运会的跳台上绽放光芒后 就成为了国人心中天才少女的代名词 巴黎的阳光洒落在塞纳河畔 以照耀着初来乍到的中国跳水队 刚走下飞机的队员们 脸上都带着些许旅途的疲惫 但掩盖不住迎接挑战的兴奋 人群中 那个熟悉的身影显得格外娇小 全红缠 她来了 带着梦想 也带着压力 细心的记者发现 这位在镜头前总是元气满满的少女 眼眸中透露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倦 长时间的飞行 时差的困扰 让这位正值青春期的女孩 也难掩眷容 当她面对镜头时 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依然绽放 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我准备好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 全红缠依旧保持着那份帅真和幽默 她调侃自己因为长途飞行 头发都变得油腻 可以用来炒菜了 这番子炒饮得现场一片欢笑 也让人不禁心疼 这位年纪轻轻就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女孩 在这轻松的表象之下 隐藏着的是一颗渴望胜利的决心 抵达巴黎 对于全红缠来说 意味着新一轮挑战的开始 她将要面对的不仅是赛场上的对手 还有来自全世界的期待和压力 回想起两年前的东京 全红缠一名惊人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征服了评委和观众 一举夺得女子时米跳台金牌 那一年 她只有14岁 如今 站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忙碌的小女孩 而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这一次 她将要挑战自我 冲击女子时米单人跳台 和女子时米双人跳台两枚金牌 这两个项目 都是中国跳水队的传统优势项目 竞争异常激烈 对于全红缠来说 这既是机遇 已是挑战 全红缠的横空出使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跳水队的强大实力 以让她成为了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聚光灯下的她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每一次训练 每一次比赛 她的表现都被放大镜般审视着 面对这些期待和压力 全红缠没有退缩 她选择用更加刻苦的训练来应对 每天 她都是训练管理最早来 最晚走的那一个 一遍遍重复着枯燥的动作 只为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完美的姿态 在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 对全红缠的支持和鼓励 有人说 全红缠才17岁 就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真的不容易 希望她能顶住压力 取得好成绩 还有人说 全红缠是中国的骄傲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支持她 的确 全红缠的成功 离不开她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以离不开背后默默支持她的教练团队 家人以及所有关心她的人 在备战巴默奥运会的日子里 她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训练 克服了伤病和疲劳的困扰 才走到了今天 回顾全红缠的成长之路 我们看到了一个农村女孩 停介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 她的故事 也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 永不放弃 如今巴默奥运会的号角即将吹响 全红缠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新的挑战 让我们一起为她加油 期待她在赛场上再次绽放光芒 续写中国挑水的辉煌 距离巴默奥运会还有六天 咱们先来唠唠全红缠和其他那些个小年轻运动员们 先说咱们全红缠 这姑娘可是相当厉害的 14岁那年就跑东京奥运会摘了个金牌 还剩带破了个世界纪录 她那次比赛真叫个牛 五跳中的三跳直接全满分 评委都看傻了 她还击败了15岁的队友陈玉希 成为了那季奥运会的最大黑马 夺了金牌后 全红柴也没闲着 又拿了五次世界冠军 现在 她又要去巴黎奥运会了 还是以未免冠军的身份去的 接下来咱再说说其他几个年轻选手 17岁的英国田径选手菲比吉尔 这姑娘跑得贼快 是田径界的新星 再有17岁的加拿大游泳选手 Summer McIntosh 人家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游泳池里的美人鱼 还有16岁的英国滑板选手 Lowa Tamborin 这小姑娘玩滑板 那叫一个溜 跳跃翻转样样拿手 最后再说说16岁的 美国田径选手 昆西威尔逊 这小子刚破了个世界纪录 未来不可限量 总之 这些年轻选手们 各顶各的厉害 巴黎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就等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 那次全红缠在东京奥运会拿了金牌后啊 可没闲着 这小姑娘真是使劲了 又拿了五次世界冠军 真是够厉害的 现在她马上要去巴黎奥运会了 还是以未免冠军的身份去的 压力山大 但她也是榜单上唯一一个中国运动员 咱们老百姓都为她骄傲啊 媒体和专家们对全红缠 那是满满的期待 都说她这次还能给咱们带来惊喜 他们还夸她技术好 心理素质强 说她就是跳水界的天才少女 其他那些入围的运动员也不差 个个都被看好 专家们都在猜测 谁能在巴黎奥运会上表现出色 讲到背景故事和花絮 咱们全红缠那是从小就能吃苦 在家帮父母干活 练跳水两步耽误 还记得东京奥运会那会儿 她跳完水回家 还收到了一大堆粉丝送的礼物 有苹果还有平板电脑 她家里都堆满了 其他那些选手也有意思 像菲比基尔 为了练田径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跑步 Lowatian Bewin呢 每天滑板摔跤无数次 但从来不哭鼻子 嘿 各位小伙伴们 巴黎奥运会的大幕即将拉开 咱们中国奥运军团 已经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战场 今天 咱们就来聊聊最受关注的 五位中国健儿 他们可是咱们中国队的五虎上将 各个都是身华绝技 让人期待不已 第五名 张宇飞 游泳界的稳定先生 张宇飞 这位游泳健将可是实力与颜值并存啊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可是大放异彩 100米蝶泳拿了个银牌 200米蝶泳和4x200米接力赛 更是直接夺冠 简直就是蝶泳女王 到了杭州亚运会 他更是一人独揽六金 简直就是金牌收割机 但凡对张宇飞有所关注的人都知道 他在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 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他在100米蝶泳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至于200米蝶泳 以及4x200米接力赛 他则是全都一举夺冠 并且还刷新了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或是打破世界纪录等 这次巴黎奥运会 张宇飞的表现肯定稳了一批 咱们就坐等他再次涌出风采吧 第四名 王楚清 国拼的种子选手 王楚清 这位国拼小将可是积分世界第一哦 他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沙特阿拉伯大满贯比赛上 可是联夺三个世界冠军 简直就是冠军收割机 这次巴黎奥运会 他将参加男单 混双和男团项目 被预测至少能拿二斤 哎呀 这小伙子真是让人期待啊 希望他能在巴黎继续拼出风采 为国争光 第三名 朱婷 三十岁的女牌女神 朱婷 这位三十岁的女牌老将 可是里育奥运会的MVPO 今年 他重回国家队并出 争巴黎奥运会 简直就是女牌精神的代名子 朱婷的经验和实力 都是咱们女牌的宝贵财富 这次巴黎奥运会 他肯定会再次展现出 女牌女神的风采 期待他在赛场上继续停经四座 第二名 全红缠 十七岁的跳水天才 全红缠 这位十七岁的小将 可是东京奥运会时米台的一跳成名啊 他不仅夺冠了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简直就是跳水天才 全红缠的成绩一直都很稳定 这次巴黎奥运会 他肯定会继续在跳台上红遍全球 期待他再次用完美的跳水动作 征服全世界 第一名 孙颖莎 外号小魔王 张仪宁的接班人 孙颖莎 这位外号小魔王的乒乓小将 可是被视为张仪宁的接班人哦 他的实力可是杠杠的 将参加拟单 女团和混双比赛 被预测能拿三斤 哎呀 这小姑娘真是太厉害了 他的球风犀利 技术全面 简直就是小魔王本人啊 这次巴黎奥运会 他肯定会继续杀出风采 为国争光 哎呀 说了这么多 咱们中国队的五虎上将 可是个有个的风采啊 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肯定都会很精彩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也不能光看 他们风光的一面啊 他们背后的汗水和努力 才是咱们应该学习的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期待和支持 张宇飞 你就是我们的蝶勇女神 期待你在巴黎再次夺冠 王楚清 加油 你是最棒的 朱婷 你排需要你 期待你在巴黎再次展现 你排精神 全红蝉 跳水天才 期待你在巴黎再次创造奇迹 孙颖沙 小魔王 加油 期待你在巴黎大放异彩 哈哈 看来网友们对咱们中国队的 五虎上将可是充满了期待啊 那咱们就一起期待 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精彩表现吧 希望他们能在赛场上 继续为国争光 创造更多的辉煌 小伙伴们 你们最期待哪位健儿的表现呢 快来留言告诉我吧 咱们一起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